朝阳步道位在苏澳镇的朝阳里内 不仅可以远眺太平洋、无时比海岸线等景观 也可以体验自然生态跟动植物 深受登山客的喜爱 为让步道可以永续发展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跟茶子堂合作 签订了朝阳步道的任养契约 公司合作共同推动环境保护跟步道的永续发展 未来我们会更加的跟茶子堂继续深耕 然后我们会对步道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提供给茶子堂 然后茶子堂会以他企业的精神 好好的来维护我们这条步道 那相信这条步道未来在我们两边结合之下 会成为我们千宜兰的魔幻 甚至成为全国老百姓最喜欢亲近的山海的步道 在这次的任养合作中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提供专业的生态环境管理指导 由茶子堂负责进山活动 生态资源调查跟环境教育导览等工作 让自然美景得到更好的保护 也提供优质的生态旅游给游客体验 谢谢林保育署 非常谢谢理长还有理事长们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林保育署在做的所有事情 其实我觉得走得很前面 因为对我来讲是跟生活体验 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 那像我刚刚一来的时候我就说 他变精致了 为什么 我感觉好像有 然后我还问说 那个之前就有同住在那边吗 什么之类的 没有 其实本来就有 只是因为这次台风的关系 有没有看到全新的logo 插过了之后 多了QR Code 多了整理 其实很多地方 不能就是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它就变得很精致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 不能一直永远都是仰赖政府 因为我觉得民间企业 本来就是要为自己的环境 也要负一点尽心的责任 茶池塘在2016年 进驻松澳镇朝阳社区 推动大南澳地区的油茶树器座 建立苦茶友庄园 并且成立了油茶产销班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而透过这次的合作任养 不仅让朝阳社区成为宜兰县 目前唯一由企业任养的步道 也期待有更多人来体验 这份山海疗愈的美好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